我的福字配了一首诗 冷夜雪花飞 年腰旧岁培 明朝庚万象 肃请似舌归 然后祝大家能在舌年里面 福字当先万事如意 之所以用这个方式来体现福字 我是想我们应该要用生命 去书写这个词 这个创意执行起来 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是对他们四位美女来说 就辛苦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 2013年大家都有福气 通常种这个草 芭芽到这么高的程度 大概要一周的时间 可是我们这一次 可能它是有这个福气太好了 所以我们种成这样子 才花了四天 因为我们是景观建筑师 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利用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来找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样子感觉起来 它像是福自土中来的 这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我这边做了五只蝙蝠 配合着今天这么好的光影 然后代表新的一年 大家五福宁门 祝愿大家顺风顺水 新年新气象 我手上拿的是一张很特别的卡片 传说周公每天都会带着一条五彩蛇 往来人们的梦里 据说被蛇咬过的人 就会交好运发大财 今年是十二年 我把五彩蛇变成了五福卡 希望大家在新的年里面拥有福气 这张纸上呢 我们用所有的wishes 拼成了一个符 挑一个你最喜欢的愿望 把它拿下来 然后用你自己的kiss 去把那一片空白补上去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服务 然后还有大家的参与 然后让每个人的wishes 同时将这个幸福感 传送给每一个人 我的创意呢 就是通过一种线条 组合着周深方式 来达到这个符字 希望这个符字 能在2013给大家来好运 我会不会再来好运 我会让你过来的 我又会让你过来好运 我会让你过来的 我会让你过来好运 我会让你过来好运